人类有压力的时候会走来走去,狗也一样。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狗在兽医病房里等医生的时候常会走来走去的? 这是压力的表现。 你的狗通常会走重复的路径,检查后它通常会摇一摇自己的身体。 在某种程度上,这是一种宠物摆脱压力的方式。 当狗感到焦虑时,它更容易掉毛。 在外面,你可能很难注意到你的狗掉了多少的毛。 但在兽医的桌子上就会非常明显了。 你的狗在大热天走了很长一段路后,肯定会用力喘着气。 但是喘气也可以代表许多其他的事情。 你回家的时候,你的狗可能会因为很高兴见到你而气喘不已。 即使室外的温度很舒适,它也会在运动后喘气。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狗在喘气,那它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 如果有东西吓到你的狗,它可能会跑到你身后躲起来。 这种动物甚至可能会推着你前进,让你走得更快。 你的狗这么做是因为它感到焦虑,而且它想尽快摆脱这种不适的根源。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,很可惜雷克斯得留下来顾家。 它还很小,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自己待在家里过。 但雷克斯是只乖狗狗,通常很安静。 不过,当你一出门,它就会变得格外警惕,因为它得自己在家。 这只狗对着还不太习惯。 另外,外面还有一群建筑工人,到处都是可怕的噪音的。 所以,雷克斯行为失常,它咬了你的一双鞋,这有效地分散了它的注意力。 但当你回到家的时候,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个不太愉快的惊喜。 但别太生气,毕竟它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。 对了,你刚刚是说绕圈走动吗? 在雷雨天气中也可能发生。 这时候,你可能会看到你的狗卷起尾巴,身体僵硬。 它可能也会改变姿势,也好像有点畏缩的方式走路。 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,代表你的狗不是百分之百感觉良好。 因为通常情况下,它的重量是会均匀分散在四条腿上的。 现在,假设你带一个朋友回家,雷克斯在那里,而你的朋友不怎么喜欢狗, 你可以从它在你家小狗身边时紧绷的程度感觉出来。 而你的宠物非常聪明,它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 这就是为什么它待在你的朋友附近,也会感觉不太舒服。 雷克斯四处秀了秀,以适应所有新的气味,然后它转过身去。 别强迫这两者相互作用,让距离发挥它的魔力。 你已经决定搬家了,雷克斯也要有新家了。 这很刺激,但也很伤脑筋。 你可以从你的狗不停打哈欠的样子看出麻烦来。 它的尾巴移动得非常快,所以你知道你的狗其实并不想睡。 但它打哈欠的量比平时更大,这代表这是压力哈欠。 你的狗可能也会流口水,而且更长舔嘴唇。 总的来说,狗是会发出声音的动物。 它们喜欢吠叫,但在压力下它们会更长这么做。 例如,当它们认为有坏人试图闯入家里时, 当它们汪汪叫,再加上一点哀鸣,代表着你的狗想引起你的注意。 或者,它也可能是透过这个方式再试图安抚自己。 狗的鼻子非常强大,如果你注意到你的小狗的瞳孔比平时更大, 眨眼速度也更快,那可能是压力造成的。 有时,你的狗的鼻子会表现出这个动作, 就好像它受到了惊吓那样。 耳朵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指标。 如果你的狗感到紧张或害怕, 它的耳朵便会贴在后脑勺上。 你和朋友出门,大家都带着自己的狗一起出现。 雷克斯通常温和而冷静, 但今天它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侵略性。 这代表着,你的狗在这种环境下感觉很不舒服, 它一直呲牙咧嘴地叫。 当狗在陌生人或其他动物面前感到压力时, 它们可能会这么做。 要协助你的狗平静下来, 只要让它远离压力的来源, 去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安静地方。 但不要急于安抚你的狗, 你可以先抚摸它,给它食物。 要让动物听从你的命令, 叫它躺下或者把爪子伸向你。 只有在狗狗做了你要求它做的任何事情之后, 给它吃点东西或者拍拍它的头, 这便能分散狗狗的注意力, 让它感觉更加良好。 但是,如果你的狗一直处于压力之下, 你最好带它去看兽医, 以确保你的狗没事。 你也可以常和你的宠物去散散步, 其进行锻炼。 玩街球对你们俩来说, 是一种很棒的放松方式。 如果不想玩街球, 也可以玩飞盘。 你甚至可以邀请几个你的狗喜欢的朋友, 过来一起玩。 还有狗狗瑜伽, 叫做刀杆, 聪明的名字。 双腿交叉坐着, 让你的狗把它的爪子放在你的肩膀上。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, 记得支持好你的动物, 并且温柔地抚摸它, 这非常重要。 当你的狗用两条后腿站立时, 轻轻抓住它的爪子向上伸展。 主要的重点是, 你们两个都得做出一个瑜伽姿势, 然后切换, 轻轻地抬起你的狗的后腿, 让它用两条前腿站立。 对, 下犬式。 真的, 你肯定得让你的宠物感到舒适才行。 如果你的狗狗开始玩耍, 而不想做瑜伽, 那也没关系, 让它翻个身, 按摩一下它的肚子。 这样做的时候, 你可以轻轻伸展狗狗的腿。 别忘了, 记得要按摩它的头部和身体。 狗狗瑜伽会在不知不觉中, 成为你的狗最喜欢的事物。 如果你喜欢做俯卧撑, 你可以让你的狗爬到你的背上, 然后做几个俯卧撑。 这既是一种亲密接触, 也是一种锻炼, 这样你的狗就不会觉得自己被冷落了, 它的压力也会有所减缓。 但如果你的狗很大只, 就千万别这么做, 否则你的背部可能会大受伤哦。 你家附近有湖吗? 有的话就去游泳吧, 你的狗绝对会是第一个跳进水里的。 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, 而且也不会像跑步那样, 对动物的爪子造成太大的负担。 持续训练狗狗有助于你和它的沟通, 有时候你的狗可能会感到压力, 这是因为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 稳定性能让它更信任你, 而且也比较不会焦虑。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要去的地方, 会让狗狗感到压力, 那么就别带它一起去了。 例如,你要去公园, 它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 但是,今天那里有一场活动, 而你的狗对噪音特别敏感, 那么最好还是让它待在家里。 给你的狗留几件玩具玩, 但记得一定要摸摸它, 告诉它, 你几个小时后就回来。 动物不会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, 但它会喜欢你温柔舒缓的语调, 你可以在家里为你的狗创造一个安全小天地。 然后,当它感到焦虑时, 它就会知道该去哪里躲起来咯。 这个小天地可以是任何东西, 例如, 在你卧室的特殊角落里, 多放一张狗床这样。 拥抱也很有效, 在充满压力的一天结束时, 在认识了很多新人和新朋友之后, 把你的狗带到沙发上, 让它依偎在你的腿上。 你可以按摩狗狗的身体, 这也是另一种缓解它的压力的方法。 对你和对狗狗都是, 焦虑会使肌肉紧张, 按摩可以协助你的宠物放松下来。 你可以从颈部开始, 用长滑向下, 总是一只手放在狗身上, 让它感觉到你就在那里, 而另一只手则继续按摩。 随着时间过去, 你就会知道应该多按摩哪一个领域咯。 健康饮食是另一种解决方案, 高品质的营养可以带来更快乐的生活, 也就是说可以减少压力。 如果你带着狗狗开车去某个地方, 但它不喜欢车, 这样它会立刻紧张起来。 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好方法, 是播放一些你的狗喜欢的平静的音乐。 这也可以盖过汽车外部传来的可怕噪音, 研究表明古典音乐和竖琴的效果非常好哟。